我覺得講得很好 就是說佑正你剛剛講這一點 因為我有特別去看 黃潔他的回應 他怎麼說 他說他和他的家人 彼此是獨立思考 各自經濟獨立 然後他媽媽的工作 跟他議員的職位是沒有關係 他也不會因為 這個家人的工作影響他 他議員本身的職責 跟相關的立場 我覺得他回應我完全尊重 所以同樣的 我也希望黃潔議員也好 或是未來任何綠營的 這些政治人物 你也要同樣的標準 對待藍營 或是任何其他人或任何企業 也就是說你未來有任何指控 或是任何的這些爆料 你就針對當事人 你就不要針對他的家人 或周遭的人 要用同樣的標準 可是我們今天看的不是 我們舉行事長來講好了 現在鋪天蓋地 針對他的本 針對他本身以外 還有他的家人 他周遭的人 他主用的人等等 就不同的標準 就是雙重標準 所以我覺得今天包括時代力量 包括民進黨 很喜歡把人家扣紅帽子 不管是對人 對企業或是對媒體 今天如果有這些人 他周遭的朋友或是 譬如你指控的人 譬如說民進黨籍的 或時代力量的 你指控人家 如果今天同樣是你周遭的朋友 或你同黨的同志 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是不是也用 一樣的標準站出來 去痛批他們 又你保護家人的心情跟立場 同樣保護別人的家人 這應該的 對 我覺得回過頭來 今天很多綠營的朋友 站出來 很喜歡扣紅帽子 然後說人家過度輕忠等等 我覺得就是在操作一個 孔中的氛圍 他們唯一的目的 就是希望在選舉當中 獲取選票的利益 政治的紅利 如此而已 所以我覺得回過頭來 核心點 還在兩岸的關係 我覺得在民進黨 他們就這個問題 譬如說我舉一個最近的例子 8月1號大陸說 禁止自由行動陸克來台 然後國民黨籍執政的 三個領導縣市長 他們就覺得說 基層很多行業 焦慮 焦慮 而且受到嚴重的衝擊 所以他們願意到大陸去 去尋求解決之道 但是我發現民進黨 蔡英文總統說什麼 陸委會 你們去查一下 這三個現實首長 馬上扣紅帽 有沒有報備 今天你民進黨沒辦法 把兩岸關係做好 沒辦法緩解 結果你做不好 也見不得人家好 今天人家現實首長 願意站到第一線 去為民眾解決問題 結果你反而要開閘 說陸委會 你去調查 有沒有違法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現在就是對兩岸關係無解 然後也不願意看到 國民黨執政縣市 去為百姓來解決問題 我覺得兩岸關係 現在就像一個結 打了一個死結 民進黨現在死命的 把它硬拉 越拉越緊 但大家希望看到的是 怎麼樣去解決 把這個結解開 但民進黨覺得說 我越拉越緊 越來越解決 好像看不到 但是越來越難解 所以我覺得回歸到這件事情 我希望黃靖議員 你的回應我完全尊重 但希望你就用這樣的標準 去對待藍營的政治人物 說得好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內神通外鬼 有人講說這個內神 會不會是 這個世間議員口中說的財神 這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不曉得 可是來 這個話題我實在是沒有 頂有興趣但沒辦法 它發生了我們總得關心 了解一下不要轉台好不好 繼續看 繼續看 來 終於要見面了 我說他們三個見面 比金正恩 文在寅 還有川普見面還難 金正恩 文在寅 川普都可以這樣 走過來南韓走回去北韓都可以了 這三個人見面不得了 還要幕僚會前會 到底是有多大咖 三個要見面還要幕僚會前會 幕僚先開會 然後再喬他們三個人見面 好啦 現在說喬好了 地點在桃園巨蛋 8月18吧 然後什麼世界佛教青年的一個會 第16建的年會 千人大場 你看 千人要大場 沒關係 沒關係 他們差不多就這樣 我們主持人都是小場 要弄千人大場 說一定要有氣勢 不可以三個人見面 然後旁邊沒人 所以我們就挑一個 已經有人的地方去 所以他們可能也怕 三個人出來一起沒人來 所以乾脆挑一個五人也收睇 三個同台見面 同台見面 好啦 同台見面 大家知道8月18號 郭董有空 王金平也有空 都有空 很閒 可以跟郭台銘見面 8月18號其實韓國瑜他在假招 桃園隔壁叫新竹 也是拜廟參加異名祭 我就奇怪了 你們都說沒空沒空聯絡不上 你們兩個有空 跟柯文的狗在一起 沒有空過去跟韓國瑜稍微見面 所以大家很清楚了 不是韓國瑜不想見 是這兩個人 根本不想跟韓國瑜見面 這樣你有了解我的意思 來 這個郭董突然間出現 被人家問到說 韓市長說我全群給您 你有收到嗎 他說我都不知道你在問什麼 然後走掉 這是什麼回應 這是什麼回應 那他都這樣子回應了 到底還要怎樣 才能夠說 你不要跟柯P狗在一起 你快來找我好了 來 郭董 王院長我們要跟大家說 柯文哲他真的有問題 他真的有問題 他就說什麼 郭台銘要小心以後選總統 萬一中央政治局打電話給你 你就指控郭台銘背後是中央政治局 不是嗎 然後他接受中央專訪又講說什麼 我柯文哲有個性 不會說你要免費給我廣告 我就聽你的話 說這個蔡衍明 每次都叫我講一些話 我都不肯講 奇怪怎麼隔兩天換漢國瑜在講 哪些話 哪些話 我們一直要求柯平說清楚 結果今天我們的記者去問他 說柯P阿 阿伯 蔡衍明要你說什麼 他說不是啦 這個那個那個 今天中天中事有沒有來 有來 所以再問 說所以這個蔡衍明委員長 到底要你說什麼話你不講 到底說什麼話 麻煩你說清楚 然後他說 然後說什麼什麼 然後離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郭董王院長 請你看清楚好不好 這是什麼 這是在幹嘛 聽不懂 那就是沒有 柯文哲現在面臨一個問題 他必須要跟大家講清楚了 他已經強調說 這個蔡衍明跟他談了一些話 然後沒有多久 這個韓國瑜他就講了同樣的話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這個他記者現在要問他 到底蔡衍明跟你談了什麼 其實我們一個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蔡衍明跟這個 柯文哲有多次的見面 那柯文哲也很多次的 去跟蔡衍明見面 我們也知道這個蔡英文 也有跟蔡衍明見面 我們也知道朱立倫也有 那麼好多的 甚至賴清的也都有 他們都去想方設法 那麼要跟蔡衍明要有見面 那問題就在於說 他們在見面的時候 有沒有談到個人的問題 有沒有談到這個企業發展的問題 還是都談的是什麼樣的議題 其實據我的瞭解 談的都是可以直接公諸於大眾的 那可以公諸於大眾的其實一個主題就是 第一個台灣人的尊嚴 我們都知道貧窮跟落後 絕對不會帶給台灣人尊嚴 怎麼樣讓台灣人有尊嚴 那一定要讓台灣人能夠過好日子 要讓台灣人的經濟像過去一樣 例如說像蔣經國時代一樣 再度的創造經濟襲擊 大家也都很清楚的知道說 兩岸的關係的穩定跟和平 最主要是穩定 會讓台灣的企業家跟大陸之間 就是很好做生意 而且企業家他要的就是一個穩定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這是公共議題 而且是非常好 為了讓台灣人有尊嚴 這就是真正的愛台灣的一個議題 全部都是公開的議題 但他在交換意見 既然沒有不可告人 你柯文哲就講 就拜託你講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柯文哲自己把自己僵住了 你看連續兩三天了 這很奇怪 這個 然後就走掉了 這個很不像柯文哲 這代表什麼 有心虛 柯文哲不要心虛 直接講清楚 其實我突然發現 這個郭董跟柯P孟成路也有點像 郭董聽到不喜歡的問題 是你少來問這種問題 你少來問這種問題 然後柯文哲裝傻 都走掉 然後這些問題都跟本集團有關 所以你們不是很愛指控嗎 那你們就把話說清楚嗎 你就把話說清楚 所以 郭董 你喜歡指控別人說背後是國台辦 現在柯文哲指控你 暗示你背後是中央政治局 你怎麼不出來弄阿伯 你為什麼不出來 兩道標準 所以這已經無關公共議題了 你們純粹是覺得 這個集團 沒有辦法幫你講話 心情就不開心嗎 就不好嗎 又這麼補充賴老師講 就是說 韓流開始之後 當我們做評論員 當然會很密切關注韓國瑜的新聞 特別他民調又第一名 然後 我很難去回想說 到底哪一句是柯文哲不講 然後韓國瑜講出來的 理論上我們應該會有紀錄 結果我真的想不起來 其實韓市長那天一開始心情還滿好的 來 大家有什麼問題這樣問 優正你看這個女記者我不認識 我看一下 這個 蹲在這邊這個 你看這個女記者 她是看著她的手機 看著她的手機 然後韓市長也注視著她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這個女記者 她是拿陳鴻昌當時講的話 可能是手機人家傳給她的 訊息 新聞 可能是台北 或是她的長官傳給她 這個你趕快去問韓國瑜 她的回應是什麼 所以我要跟他講說 這個東西我是給韓長說 因為她這個 女記者她講是 打麻將 喝酒跟暴女人 她都有講 我覺得韓市長她回應的時候 她只有針對喝酒跟打麻將 暴女人我不曉得她有沒有聽清楚 所以因為優正你知道 韓市長她也有競選團隊 我們現場有兩位 發言人也都就位了 所以這個東西 我是給韓長說 應該由發言人先來擋 第一關應該發言人 不行再由市長不要牽制第一線 因為這個記者他顯然是上面 台北下的order你去問反應 他就直接問韓國瑜 就變這樣 我最後補充一下 這個太勞暴動 當時把宿舍都燒了 然後有高潔閉案 當年就是這個陳澤南的 紀州島賭場的照片 是最後一根稻草 陳澤南就是陳其邁的爸爸 那個照片出來之後 陳澤南就連阿扁都保不住他 就再見了 請大家看這張像賭場的照片 這是公共空間 對 所以我說 所以我剛剛特別強調說那是不一樣的 如果他能夠拿出韓國瑜進出賭場的照片 那就另當別論